这个上古巨人正在和阿福两人招手 吓得他们很想拔腿就跑 但是随着巨人一步一步的靠近 他的身体竟然变得越来越小 最后变成和普通人一样 原来这个巨人修炼了种秘法 他离人越远身体就会随之变大 反之离得越近则会变得越小 正是因为修炼了这种秘法 让他成了另类的存在 也成为烈日沙漠的主宰 没有外来人敢踏步于此 然而百年来让他空虚无比 阿福两人的到来为此增加了点乐趣 当他得知阿福两人要去龙域之时 二话没说就将两人带到龙域入口 由于龙域内部万分凶险 上古巨人只能带路到死 随后阿福两人拍着小火车 徒还驶进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温度也低得可怕 阿福只是把胳膊伸出去试探了一下 胳膊瞬间就冻成冰鬼 伴随着小火车在微热的光亮中前进 已经七七四十九难来到出口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里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火山口 时不时的还给你冒个小套跑 为了躲避这些小套跑 阿福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 跳进洞口当中 但里面生活着一只凶猛的恶龙 两人颤颤巍巍的上前查看 这哪是恶龙 明明就是一只马卡巴卡 原来这只马卡巴卡是龙和河马的后代 竟然还是一只混血 然而他连火山堵住了都不会休 还得让阿福帮忙疏通 阿福真是无所不能 为了感谢阿福的帮忙 马卡巴卡决定表演一个绝活 龙之火焰 然而他却忘了他不是龙 竟然喷出一坨灰出来 场面瞬间尬到极点 同时他得知阿福两人要前往龙域 那里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 于是他们把小火车来一个深度稳妆 眨眼之间就变成一条凶猛的恶龙 并告诉他们这样子应该能混进去 随后两人开着小火车顺利来到龙域 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